当时呢我就看到我们学校散养的一只孔雀 小心翼子溜到了那个水果店 就躲着老板找了个好位置去吃那个葡萄 他吃着吃着还不忘看看那个葡萄的价格 老板就经过旁边店主的提醒来出来看 孔雀就吓得赶紧跑走了 家的葡萄吃完了